你修完,你自己弄好拼,那也說得了 不要沒事情做,每天都會說得了 所以如果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那佛教教我們什麼?來,大家念一下 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至敬其義 凡事傷害到別人的,傷害到其他生命的,千萬不要做 因為你去做這個事情,就會害到自己 會害到自己,眾善奉行 凡事可以幫助別人的,你乃至呢 幫助動物的,你都要去做 那如果你去幫助別人,那你就很有福保 所以有些人這輩子家裡很有錢,很有錢 他也不是很努力賺錢 但是他家裡爸爸媽媽留很多錢 還是他出來做生意,很多貴人幫他賺錢 為什麼同樣是人有些這麼有錢,有些窮呢? 那有錢的人因為他過去喜歡幫助別人 所以各位每次看到黑板上,有人捐五千塊 捐兩百塊,捐三百塊 我們心裡看了很高興 所以佛經有一句話 念一下 捨一得萬 你不思一百塊幫助別人 就是你下輩子賺一百萬 就是這樣,一萬富翁 你這輩子不思十塊幫助別人 下輩子你就多賺十萬 你這輩子偷人家一百塊 你下輩子就 生了一個兒子來跟你敗家的 把你的一百萬都給堵掉 來跟你討債 討債,討債 過去你打一隻牛 傷害他 把他賣掉給殺了 那這隻牛現在投胎做你先生了 拆了,把你拼給你打 你所有的錢他把你賭掉 他能給你討債 你會覺得說 哇,很難命很難命 所以人的命運好壞 決定在自己的行為反作用力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像老人家你喜歡身體不生病嗎 你把你的衣服洗乾淨了 送給其他貧窮的老人穿 他穿你的衣服就不會感冒 所以你的身體不會感冒 所以如果你經常感冒 那你多送給人家感冒藥吃 如果別人你有藥 你現在沒感冒 那別人感冒了 你把藥給他吃 那你下輩子不容易感冒 如果你大便小便 經常拉肚子 那怎麼辦 那你把廁所把人家弄乾淨 經常放衛生紙在那邊 讓別人去廁所很方便 以後你不容易拉肚子 這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的腿不好 為什麼會腿不好 喜歡吃豬腿 雞腿 你愛吃豬腿 雞腿 你腳就很壞 腳會痛 那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 你就不要故意去傷害他們 所以佛教的道理非常好 我們的心態行為引導造成我們的命運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思想帶動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變成我們的命運 跟你的宗教沒關係 跟你的神沒關係 佛他只是一個老師 老師努力教書 學生成績好不好 看學生自己啦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 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所以人的思想行為改變 改變命運 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最近身體不好生病 不要生氣 不要吃肉 多灑米 幫助小動物 然後去也去照顧其他生病的人 你會發現你身體就好了 很簡單 所以賭博的人心情不好 但是拿錢到老人院 孤兒院 布施的人心情好 拔丟什麼時候停 你什麼時候贏 賭博什麼時候停 你什麼時候贏 越賭越窮 貪心 貪心就會窮 不貪心 幫助別人就會富貴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下輩子還要投胎做人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行為 行為改變 命運改變 你希望下輩子長得比別人高 謙虛 多拜佛 多拜神 你就長得比別人高 你這輩子為什麼比較矮 你很聰明 你很驕傲 驕傲看不起別人 不拜佛 那你就會長得不高 那為什麼會投胎做狗 魚吃 不看經典 不讀書 每天吃飯睡覺 然後呢 他下輩子就逗逗做狗 因為他不會布施 所以 所以每一種人 做男生做女生 有錢 長得皮膚白皮膚黑 為什麼會皮膚白白的 喜歡點燈 讓他亮起來 布施日光燈 皮膚就白一點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不喜歡點燈 眼睛就醜 眼睛要漂亮 眼睛要漂亮 要點燈 布施油的人 眼珠子大 布施燈心的人 雙眼皮 布施整個燈座 現在擺在前面好漂亮 你以後眼睛比印度人還大 這很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鼻子漂亮 點好香的人 鼻子漂亮 然後你上廁所 不沖馬桶了 你皮膚不會痛 鼻子醜 所以要講是非的人 牙齒痛 愛罵的人的人 喉嚨痛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所以各位太好了 搞不好你活到七十歲才聽到 一輩子都聽不到 努力賺錢也沒錢 努力做壞事 越做越痛苦 努力吃肉到醫院開刀 所以到底有愛情快樂 還沒愛情快樂 不需要愛情的最快樂 如果你每天還在想女人 你很壞名 你好寂寞 你的心態決定你的命運 所以我們修行就了解這個道理 大乘佛教 希望我們修到這種最高的忍辱 所以我們必須 學習如何布施身體 學習開智慧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奉獻 學習佛教就是在布施 錢誰都要 但是能夠滿足眾生的需要 大家要生起這個悲心 不是光為自己 希望大家絕對相信因果 不施錢 那你會越來越有錢 不施藥 那你會越來越健康 不施衣服 加沙 那你以後外表漂亮 這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各位中午 布施水 供佛 那就可以幫助很多需要水的二軌道 海鮮水產 需要錢的人們 那我們就替他們做了很多功德 那你自己會得到更大的福報 布施也不是說你要花很多錢 盡力就好 今天這個房子很大 辦法會很好 你雖然身上只有十塊錢 一百塊 但是你把這一百塊 你擁有的布施出去 願我將來蓋一個大講堂 只要人家要做法會做好事 我都可以給他用 你發這個願 再加上你布施的你盡力的一百塊 你將來某一世 你就可以有這個功德 有這個願力能夠成就 可以成就更大的功德 所以經典說 布施食物給動物吃 身體有力 賺錢 氣色好 生活快樂 這修慈悲心很重要 所以簡單的來講 就是希望各位 學會布施的習慣 把慈悲當作一種習慣 下輩子投胎做人 你就很喜歡布施 而且很有錢布施 就是 就像釋迦牟利活 有一次生在非常有錢的 皇帝的家庭 然後他一生出來就會講話 爸爸把錢給我 他的皇帝想說 我兒子怎麼一出生就愛錢啊 他說我是要幫助別人的 還有一次他投胎 手上拿了兩顆藥 他說媽媽幫我這個藥拿去給病人 他會好了 拿起來又生兩個藥 拿起來生兩個藥 全國老百姓只要生病了 吃了王子的藥就好 這個你學會布施的習慣 生生世世就可以這樣利益眾生 所以做一個菩薩你要很積極的 為眾生累積所有的善根 他不做了我們來做 西方人不會做眼控 西方人不會點燈供佛 沒關係我們來做功德會獎給他 特別這些善惡道 就像我們爸爸媽媽往生了 我們積極的做功德對不對 爸爸媽媽可不可以得到 那可以得到那眾生都是父母 所以我們要為眾生而做 所以各位你累積這個功德 別人看到你會不會健康長壯 各位一定要做個財神 不要做個倒霉鬼啊 人家公司快倒了 你去發了 你這個人受歡迎 人家公司有點發財 你去了 然後你離開了人家又倒了 那你這個人怎麼會受歡迎呢 釋迦牟尼佛是走漏 你那個地方就有福福寶 佛陀曾在經典中說過 若要成為富有之人 必須先行布施與供養 否則無法如願 不論是否修持財神法 若未行布施供養 皆無法致富 所以常常舉辦燕供 可以迅速累積富貴安樂的资良 各位念一下 有錢真好 這太重要了 你不能說對不起 我修行我不要錢 你真的太自私 你不要別人要 你要為別人很努力啊 所以各位要讓自己成為一個財神 有福報的人 不然你永遠窮 講一個故事 有一位大佛佛啊 他平常從早到晚都有人來供養 滿滿滿的 然後他旁邊的侍者有點想 這些如果給我多好呢 我窮得要死 結果他的師父有他心通啊 就跟徒弟啊 明天所有供養都歸你 哇他在家不用睡覺了 早上一大早就醒來等著供養 他想說他師父一大早就有人排隊來供養 結果他一大早 他師父坐在客廳 他就坐在旁邊拿一個大袋子 通通我的 早上睡醒到中午 沒半個人來 中午吃飽飯以後 快吃晚餐了 快快餐了 又沒半個人來 終於門快關起來 有一個人跑進來 丟了一個瓦 丟了一雙破的鞋子 這個不死了 他就在那邊哭啊 師父怎麼差這麼多呢 師父說個人修個人得來 今天歸你就沒福報了 你上輩子曾經丟一塊小牛皮給人家 這不錯 你現在還有一雙鞋子 一隻一隻鞋子 這是你個人的因 所以各位你要得到富貴安樂 你自己沒有不死的因 你念財神咒念一萬遍也沒有錢 念財神咒是圓 不死是因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發財 你每天努力工作不見得發財 要不死 不死以後 那你這個水變成汽油 沾個小火都會冒大火 了解嗎 所以別人賺錢為什麼那麼容易 你九牛二虎之力賺不了錢 賺了又被兒子逃走 因為我們欠人家債啊 所以為了得富貴安樂 各位可以時時刻刻吃被不死 水啊米啊煙啊 貴不貴 太便宜了 我也希望各位去買那個餵鳥器 對不對 加拿大很多人家都餵鳥器 放在外面特別下雪的那些小鳥 可以來吃啊 鴿子可以吃啊 海鷗可以吃大一點啊 海鷗你讓它多吃一點 它就不會去咬那些小動物 對不對 小蝦子小螃蟹 它就是吃麵包就好了 但是這些都是不死 有形的不死 無形的不死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經常這樣做啊 用麵飯西飯加一點牛奶 黏黏黏黏黏黏 然後倒在樹下 哦 那些餓鬼道吃 吃完松鼠回來吃 對不對 麻雀回來吃 那些小動物回來吃 快不快樂 快樂 因為我們就 無緣大使 同體大悲 這樣各位將來 都做有錢人好不好 你們做有錢人佛教才有希望 在家賦此賦此賦 因為佛陀講了 百千萬億黃金布施 還不如佛錢供一朵花的功德 對不對 但是三大阿神祈結 供養所有佛的功德 你還不如守一條戒的功德 但是你所有的戒律持得圓滿 還不如修一分鐘忍入的功德 所以別人找你麻煩你 哦謝謝你啊 沒有你我怎麼有福報呢 忍入的功德 所以布施持戒忍入 三種圓滿啊 你才有 向好莊嚴福報的功德 所以各位你看到那些人 幾百億美金 長得又好看 那天他們跟我講 我那天去坐哪一個西盾 他說